今天下午我們就要啟程回臺灣 首先我要感謝各位媒體朋友 這幾天跟我一起走過非常緊湊的行程 尤其是這次出訪的期間 正好是我們的兒童節跟慶民節 大家少了跟家人團聚過節的機會 主要在這裡要謝謝大家的辛勞和付出 大家辛苦了 經過這幾天 我相信各位也更了解臺灣跟邦交國的互動和合作 在瓜地馬拉講麥帶總統挺臺灣的力道 讓大家印象深刻 我們也一起看到臺灣和瓜地馬拉合力興建的醫院 已經開始運作提供服務 在貝里斯 五年前我見到的臺灣獎學金的受獎生已經從臺灣學成歸國 還有畢業生也加入我們基書團的工作 那麼現在我們的基書團也在貝里斯 繼續推動總洋生產的計劃等 我上次訪問瓜地馬拉跟貝里斯 都是在我的第一任任期 那這幾年來雖然疫情減少了我們互訪的機會 但是再次訪問這兩個友邦 我的感受更甚至以往 尤其是我們友邦所傳達的這個熱情 那另外這次出訪過境美國 我們行程豐富紮實 那也跟許多美國朋友有互動交流的機會 那麼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美國在臺協會的羅森伯格主席 在我們這次國境紐約及洛杉磯的安排上提供了協助 謝謝 這是我在疫情後的第一次的出訪 那我們面對的是更複雜的國際情勢 我知道各位媒體很有的焦點在我身上 但我要告訴大家 能夠完成這樣的任務是團隊的力量 那這一路上我們除了當地駐館的同仁 技術團的夥伴 替代易南的投入 還有從世界各地飛來支援的我們的外交同仁 那讓我們看到不同世代的外交同仁 能夠一起合作 那麼也感受到臺灣外交團隊的成長和褪變 藉這個機會 我要謝謝我們所有的外交同仁 挺過疫情頂住壓力 讓臺灣邁向世界的腳步走得更穩更遠 那未來我們還是要繼續一起打拼 最頂級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頂級冷壓出炸麻油漿 嚴選傳承三代頂級黑麻油 及台東小龍器座高品質老漿 四季滋補 用料實在 簡單一池 零廚藝便能料理不失手啊